灵动的台步 甜美的笑容 正在走秀的这名小模特叫童童 这是她在2020年北京国际时装周上的一场T台表演 与其他童模不同 9岁的童童是一名自闭症患儿 半年前 她还是一个只会盯着地面 走路长长画圈的孩子 而童童的改变 很大程度上得益于她的老师 盲人模特王磊磊 你穿的衣服上面都有什么颜色呀 白色 然后你喜欢白色吗 喜不喜欢白色 喜欢白色 喜欢老师吗 喜欢老师 嗯 还喜欢什么 喜欢爸爸 嗯 还喜欢走模特吗 走模特 哎呀 真棒 王磊磊年轻时是一名专业模特 18岁那年 她因视网膜色素变性导致眼盲 只能遗憾告别舞台 此后的数年间 她努力尝试音乐剧 走秀等表演 但大多以失败告终 多年的打拼让她深知 残障人士的不易 自2017年起 她和丈夫便创办了 花磊助餐服务中心 疫情期间 王磊磊又创办了 残障儿童艺术培训班 把自己多年的走秀和表演经验 传授给残障的孩子 帮助他们重拾信心 快乐生活 他们都是在这个特殊学校的学习的孩子 其中有一个呢 是孤独症儿童 也是自闭症儿童 就是她非常喜欢走模特 我们就想帮她去找那个 这种专业的学习模特的这种培训班 但是他们也确实 不知道怎么样去教这样的孩子 当时我就想 就为了这些孩子 我自己教 我一直都在跟家长和孩子们说 我当你能力足够大 或者说你的专业度足够专业的时候 你就可以跟正常人是一样的 说来容易做来难 王磊磊探言 因为眼睛看不见 培训班成立之初 孩子和家长对自己都不太信任 模特的话 就不像你说话呀 有的时候我教那个朗诵的孩子 我用耳朵听就可以了 但是像他们这种就纯靠走的 那我看不见 就没办法去给他们指导 我就会用我自己的一种独特的方式 比如说我跟她牵手 她身体是用什么用力 比如说她腿部力量不大的时候 那她可能握着我的手的时候 那种力量就会大一些 然后或者说她在走台的时候 那她不走直线 那我只要牵着她 她不走直线 我就肯定能感受出来 就这样的 所以就是一点一点的这种磨合 然后再加上尝试 然后现在就是家长们就很相信我的课程 在王磊磊看来 每一次的公开登台都是对孩子的鼓励 希望通过这种方式告诉残障儿童和他们的家长 只要不断坚持和努力 就能获得平等的机会和大家的尊重与喜爱 我是觉得他们在舞台上表现的和正常的小朋友无异 所以说我在选的时候 我并没有说因为她的身体的问题 我说我去可怜她或者怎么样 而是因为她足够专业 所以说我们才选择她 所以说我是觉得像这个事情 最正能量的地方就在于就是说 她自己通过自己的努力 让自己变得和正常人一样 或者是比普通人还要好一些 所以说我觉得像 雷雷对于儿童的这个帮助和对于他们的教育 让他们有了一个超越于正常人的一个生命 让他们就是更加的光彩 所以说我觉得我的秀场上不能没有他们